众牧师、伴长老、各位长老、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基督徒护道平安 基督徒护道平安是有渊源的 一方面从犹太林的背景,他们就会讲shalom 特别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主耶稣就定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 尤其是当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 约翰福音20章,那里记得得很清楚 门徒最先听到妇女,听到他们两个同伴 讲到看见耶稣复活,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为了怕犹太人,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 在一个房间里面门床紧闭 没有想到耶稣忽然间对他们显现 耶稣对他们显现的时候 《路加福音》记载他们以为看到鬼魂 这是怎么可能呢? 但是耶稣向他们显明他的钉痕,他的枪伤 他确实是死里复活的 因为救主耶稣基督 圣经记载,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强调 我们信主有平安有喜乐 圣经记载很特别 所以耶稣根本中讲到愿你们平安之后 第二次又说愿你们平安 以前我们圣经比较不注意的时候 以为这只是一个重复的祝福 好像我们基督徒讲平安平安 有的时候我们在来教会的路上 可能还有争执,还心里不安 但是到了教会以后 一遍送你的平安 您好,还好,感谢主 托福,就平安,平安,平安 其实里面有很多部的平安 所以我们就需要重复的祝他平安 但是最近我读到约翰福二十章的时候发现 第二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之后接下来说 父子要拆遣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我发现了 这个平安有很不同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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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精工之力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个转丑弯 然后越走越远 越远步入歧途 回到正统 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耶稣说 父哪样拆遣我 我也在来拆遣 认识主的父母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与神和好 得赦罪 得到平安跟喜乐跟败荒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只是我们蒙恩 我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就变成有使命的基督徒 我们变成有使命的基督徒 可以吗 所以耶稣第二次说 愿你们平安 是一个拆遣 父子要拆遣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罗宝书第十章讲到 信道是要听道而来的 那听道呢 要有人传道 那如果没有奉差遣 你怎么传道呢 我们怎么会信道呢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 所以 所以 好 我们常常在讲 我没有奉差遣 我没有什么被差遣的基督徒 所以这不是我的事情 而且我们很有道理 没有奉差遣 怎么能够去传道呢 没有人传道 你们怎么会信道呢 可是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耶稣复活那个晚上 对门徒显现 从那时候开始 每一个门徒认识主的 在基督复活里面 得到赦罪平安的人 我们都是被差遣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有的时候 圣经没有详细的读 我们就以为怎样 如果你 承认 耶稣复活 对门徒显现 门徒得到平安跟喜乐 就被差遣 那么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也都被差遣 那我就找他们来 那你把这个shut down 好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 我们主日聚会 常常是特别强调是 纪念主耶稣复活的 因为照着传统 应该是礼拜六 但是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 耶稣复活的早上 所以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 当我们纪念 耶稣的救恩 不只是让我们蒙恩得福 并且给我们使命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 强调的主题 建造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 昨天晚上我分享 这个宣教使命 我们怎么样得着 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生命 我们也得到使命 没有使命的生命 有主的托付跟使命 有生命的见证 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所以今天早晨 我要再跟大家 进一步分享 我们全教会总动员 来参与宣教 请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确实的 甚至我们在这里超过你应许的两三个人 有十倍一百倍 我们知道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的理性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触摸我们 开启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 被你所吹派 也带着你的同在 我们在这里聚集 得到装备 为的是回到我们生活 工作 娱乐的地方 成为活的见证 成为一个宣教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总动员宣教的教会 求主保守你的仆人 也保守我们一起分享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现在眼睛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也不管这个荧幕上是怎么样 让他们来catch up 那这个是叫做power point 我常常讲 我没有power也没有point 所以我不会用power point 所以我今天常常不管power point 那我今天主要根据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好不好 我们翻开来 一起来念 好不好 你们是世上的爷 拥报摊 再来 Survey 因为我们不过多丢在灰嬸里 被人健碳 你们是世上湖 神灿在心上 是有能隐藏的 人也能不能放在楼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的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别到这样 照戴人籍前 教了他们看见你们的好处 便比上荣耀 为连你们在街上的福 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 讲完八福之后 紧接着对门徒 跟所有听到相信而蒙福的人 给他们的一个吩咐 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 平常我们很少想到宣教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贴切 根据这段圣经 我分五个重点 跟大家来介绍 第一点就是讲到宣教的目的 就是最后这里讲到的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就归荣耀在天上的父神 所以宣教的目的 不只是叫人蒙恩得救 而是让神的荣耀被恢复 让人能够归向神 能够尊神为主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这里面有一位在美国 在米尼拉特斯 有一个进行会的牧师 叫John Piper 他很强调 我们宣教的目的的结果 就是归荣要给神 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第七章 都讲到末世的时候 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各地的人 都要来到宝座面前来敬拜 那这是我们宣教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我这两天也强调 传福音是宣教的起步 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针对人的需要 人的问题 他才会愿意听 不然他会讲说你讲得很好 如果我需要有一天我可能会接受 有时候我们会放到这种情绪 尤其我们跟他讲到死后游泳生 他想到半天 你说死后上天堂 他觉得都太玄了 跟他现实生活不太有关系 我明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要死后上天堂 这太快太早了 他觉得太玄了 我们跟他讲的是 对的是终极的需要 但是他感觉到的需要 没有得到解答的时候 他不太容易回应 所以我们要跟人的需要 跟人的感受关联在一起 有那个关联性 但是当我们一再这样子 来强调的时候 会有一个危机 就是让人单以为 神的爱 耶稣基督的救恩 只是为了解决 我自己目前 个人现实的一些问题 包括人际关系的问题 包括健康的问题 包括财务的问题 包括家庭的问题等等 我们也常常基督徒做见证 就是讲这些见证 我信你一书怎么样 你有怎么改变 人家听了很感动 人家就因此有回应 但是我们的见证 跟我们强调的福音的重点 停留在这里 会带出许多 以自我为中心 幼稚不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会想到 我不觉得神跟我同在 所以我感觉到神的同在 所以我很喜乐 我就赞给他 那我不觉得的时候 那好像神是神 我是我 当我没有问题 没有需要的时候 那就是我自己做主了 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来求他 不好意思 借用拜拜的人说 平时不到教会敬拜 临时来抱神的脚 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五可厚非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一个 成熟的基督徒 应该有的情形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会经过几个阶段 以后有机会 可能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 前不久曾经想到 有五个阶段 是我们与主的关系的进展 我说叫做 检视我与主的关系 但是最终应当是 以基督为主 我的生命是输他的 是彰显他的荣耀 而教人能够认识神 归于荣耀给神 那么神的荣耀彰显 神的国度降临 所以宣教的目的 宣教的结果 不只是我 不只是我的教会 不只是听的人蒙恩 而是神的荣耀彰显 神的国实现领导 那不要以为这个好像 很抽象 或者说离我很遥远 这应当是我们整个信仰 侍奉的一个目标跟核心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神的怜悯 叫我们的个人 叫我们的自我得到满足 但是我们信主越久 侍奉越久 就会发现 我们有一个根本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自我的问题 我自己服侍主五十年 从小 我可以开玩笑 可是也是真的 我在母妇里面就到教会 因为我母亲 在宋尚杰博士的奋心会里面 重生得救以后 七十几年忠心 爱主 侍奉主 后来她在教会里面 做女传道 当我父亲还在外面经商 在外面 家庭的关系不是非常好的时候 我母亲就是敬请爱主的 她影响我 她带领我 所以在怀孕的时候 我已经跟她到教会了 所以我可以说 从母妇里面 我就到教会了 我认识主 侍奉主 这么多年 但是一直到现在 我仍然觉察到 我最大的问题是 所以耶稣说 要跟从她做她门徒的人 就要天天舍己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从她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 不是说我愿意为主舍己 Once and for all 就没事了 而是我要天天舍己 甚至时时刻刻 那个十字架的功课 是神的恩典 就让我觉察 所以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 三十节所讲的 她必兴旺 我必衰尾 这是我个人生活侍奉 我在国际观察协会 跟其他机构 一起配搭的时候 我在神的面前 常常提醒自己 求主帮助 我们很感谢主 因为昨天 这个黄姊妹 在做见证的时候 上个周末 她也是在 国际观察协会 跟南加 十四个 我们总共十五个教会 跟机构 联合举办宣教祈祷特会 那我们十几个团体 在一起联合举办 前几年 有一个讲员 从东部来 他非常惊讶 因为通常 教会 可以自己很兴旺 但是教会间 关系有一点微妙 释放的机构也是这样子 释放的机构 有不同的发展 有不同的强调 那也有不同的个性 我发现释放的机构 有不同的个性 有的释放的机构 这个弃竹心很强 竞争力很强 有的就不是那样子 那么如果摆在一起 有时候大家就 不太想在一起了 又不太容易合作 我们应当团结合一 但是不太容易合作 结果那个讲员来了 他很惊讶 我们南加十几个团体 跟教会 我们能够很融洽 不分彼此的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为了共同侍奉的目标 来高举 我们在聚会的节目里面 不介绍自己的团体 所以神的恩典 甚至有的同工 他们从自己的机构 在参加我们同工会的时候 他实际上跟我讲 比我在我自己的团体里面 我觉得还温暖 听了以后 我很高兴 但是也很难过 因为我不愿意 他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希望他在自己的团体里面 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但是我感谢主 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自我 是一生需要主的怜悯跟恩典 所以我们要从自我走出来 走到以神为中心 来敬拜 来赞美 来归容要给神 那这是John Piper所强调的 我们宣教的目的 结果是各地 各方 各国 各族 各民 都到羔羊的宝座面前 来敬拜 来赞美他 这是宣教的一个目的 这个宣教的一个路程 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们就从十六节 那里讲到 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就把荣耀归给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那么下面有四点 我要这个 来跟他讲的就是 第一个 是谁要宣教 是什么人要宣教 那我今天讲到 教会总动员 我的意思就是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你是 嘉然教会的成员 你就是嘉然教会的 很重要的一员 嘉然教会要宣教 你就要宣教 那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每一个真正主的门徒 有四个动作 这个台湾现在很多的用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以前从小不是这样讲话 现在很多动作 这个动作 那个动作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要有四个动作 关于宣教 就是要关心 要关心 要了解 要支持 要参与宣教 你要关心宣教 为什么 要超过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 因为这是天父上帝所关注的 宣教成为我们的使命 因为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目的 要等到全地人归向他 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关注 我们要关心 进一步 我们不只是关心 我们要了解宣教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晚上 原谅我有一点失态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 因为昨天晚上见这个姊妹 原谅我这样说 实在是很美 看到她站在台上 是很有诱惑力 我说这么美的一个姊妹 做宣教士 跟我们印象中 刻板宣教士的印象不一样 所以我说 感谢主 这么美的人 也可以做宣教士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宣教士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一定要是 这个清汤挂面 然后葡树 然后整天就是 好像天要塌下来 那样以天下之幽闻而幽的 那样的情形 但这我每个人都可以 这是我有点失态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的 所以谁要宣教 耶稣说你们 那我应该讲我们 因为我讲你们是很不对 因为耶稣讲的就是我们 所以我等一下要解释 我们都有宣教的责任 都有宣教的机会 都有宣教的权柄 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人 谁要宣教 耶稣说你们 包括耶稣的门徒 包括群众听到耶稣的信息 如果用信心回应 就成为蒙福的人 然后他们就成为 耶稣讲的你们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共同有这个托付 有这个福分 有这个责任 这是第一个 讲到人 第二个 怎样宣教 普通我们讲到宣教 讲到教会的侍奉 我们就讲到要动作 要做这个做那个 我要做主席 我要做领会 我要领唱师 我要讲道 我要招待 我要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我们出去短圈 我们出去短圈要预备节目 我们要想到 我们出去短圈 是什么样子的对象 我们要安排 什么样子的节目 或者我们现实 有的时候我们有短剧 有的时候甚至有舞蹈 或者其他的 现在很多活泼的方式 我这个老一辈子 我都找不上 但是现在很多方式 都可以 我想这个 问我们今天分享的讲员 在Bridges 他们一定有很多 creative的方式 在那里做 这是非常好的 再说原来我讲一句话 我跟Bridges渊源很深 我不晓得我们的讲员知不知道 1992年Bridges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只有16个人 我是讲员从头到尾 很可怜 他们要听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 没有地方可走 那一次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姊妹 在Washington State 他是一个电脑的一个讲师 他奉献自己 成为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传直学教士 后来他跟他的先生结婚 他的先生也是国内嘉宾教会第一次 现在是中国大陆 也是整个这个福音团体 西南部很重要的负责的头控 所以我就拍一点关系 所以我很感谢主 那么你们 我们一起有这个福分 有这个特权 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 怎样来宣教 我们想到要做这个 做那个 要表演这个表演那个 但是主耶稣讲到我们宣教 是从我们的本质开始 从我们的be in 然后才有我们的do in 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因为是盐是光 所以我们才可以作盐发光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 要为主发光 如果你不是光 你怎么会发光 那我想今天的见证的同学 跟我有一个优点 我们不一定会发光 但是我们会反光 我们这里有一些可以反光的人 感谢主 到了一个地步 聪明绝顶 可以为主反光 但是如果你不是光 你怎么会为主发光呢 所以耶稣强调的是 你是盐 你是光 当然那个盐 耶稣讲的时候 是所谓的盐盐 我们晓得有海盐跟盐盐 我们在中国大陆 从台湾出来的人 因为我们在沿海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海盐 但是在内陆 常常那个盐是盐盐 石头或者泥土上面 有一层盐分 那个盐分如果被水冲掉了 那就是大而无味了 不过像泥土丢在地上被建塔 所以耶稣说 盐若失了位 那我们是盐 因为我们有基督 我们披带基督 我们才有盐 我们是光 因为光在我们里面 主是那个光 我里面有主的光 所以我从里面就发出生命的光 我们回来 我们怎么样宣教 我们要成为盐 要成为光 在我们的本质里面 成为一个宣教的吸引力 请注意一样的事情 我们常常讲到宣教 讲到侍奉 比较容易联想的就是我们要讲话 要表达 那这些很重要的 我们要有适切的表达 正确的表达 准确的表达 有效的表达 但是最有影响的 不是我们说什么的表达 有一次我在非洲参加 华福会宣教的一个研习会 那有在北非的工作的人 他们说北非的土地 就好像所谓的荆棘地一样 因为遍地荆棘 而且因为干燥沙漠地带 所以人心也好像荆棘地一样 他说我们非常需要宣教士 他说但是要到北非做宣教士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先来两年 什么都不做 你说做宣教士 什么都不做 头壳都要死 侍奉主最大的困难 不是你做很多事 而是你没事 都知道怎么样做 无从着手 他说你要来北非做宣教士 你要准备两年 不说什么不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去说什么 大奖人家不会相信你 人家这个人干什么 甚至反感 迫害你 所以你要不说什么 活在他们当中 两年他看你 看了两年以后 你被他看得起 他接受你 他相信你 你再讲 所以我听说 有一个宣教士 参加一个宣教的团队 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他的同工比他有语言的恩赐 过不久就可以用当地的语言讲 但是没有什么的人要相信 这位比较没有恩赐的 花了两年 终于学会可以讲 他一讲以后 不少人回应 为什么 他们看他看了两年 我们有成语也说 摆文不如一见 所以我们最有效的宣教 需要人家看见我们生命的见证 然后跟他们发生关联 触摸他们的生命 影响他们 所以这是怎样的宣教 耶稣说 你们是 不是你们急着要做这个 做那个 如果你不是 你做的都是假的 所以人家说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好像是一台戏 你是装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在人前跟人后 是怎样的情形 所以第二点 我这样讲的其实都不用再讲 只有小德 就是我们的本质 所以我们强调 生命 生活 然后工作 真正基督徒的师傅的工作 是从生命生活流露出来的 不是到台上的表演 有表演的时候 有需要很好的表演 但是光光表演 不能叫人幸福 从生命的本质改编 第三个 去哪里宣教 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 换句话说 我们进入社会人群当中 我们有教会 我们有小组 我们有礼拜堂 基督徒可以聚在一起 非常好 但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不适合 或者不容许 你有这样公开的聚集 他们不能够有那么大的场所 不能够有那么大的聚集 他们化成为灵 还是有很活力的 生命的小组 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常态 但是我们常常一不小心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家人 或者我们四周不太谅解 会对我们有压力跟逼迫 教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互相呵护 互相照顾 这是我们很好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我们得到爱心 得到教导 得到服侍 教会变成我们的家 属灵的家 非常好 但是千万不要把教会 变成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 教会是在人世间 要成为见证 要去触拨四周的人 所以我们要走出教堂 最近我们宣教极道特费的同工们 在一起谈论 我们将来在安排节目的时候 我们希望还有一样事情 就是走出China Town 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中国人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 到中国餐馆 我们华人聚集在一起 这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同胞 但是不要把我们局限在这里面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晓得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博弊 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 找到避难所感谢主 但是千万我们要从避难所 得到造就强壮以后 能够出去外面触摸 不能来到礼拜堂 不能来到教会的人群 所以去哪里宣教 回到世上 就好像主耶稣道成肉身 他来到世上 然后主耶稣讲到 盐和光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成为盐和光 这个我们常常讲 但是我们稍微温习一下 盐至少两个作用 一个是防腐 一个是调味 光也是至少两个作用 一个是显明 一个是照亮 显明照亮也都是很像的 但是显明是暴露 我们人的情形和光景 照亮是指引他的前途 我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再稍微仔细讲一下 宣教的终极的目的 我就不再重复强调 但是我先讲到 耶稣讲到谁要宣教 你们 谁是你们 我们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讲 谁要宣教 我们 感谢主 你说呢 我不是要来套你 你虽然没有说 你心里面也慢慢默默的阿门 耶稣不只是对他的门徒 也对着听到 看见神迹奇事被吸引来的群众 来讲到天国的伦理 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登山宝炫的重点 但是一开头 耶稣讲到 怎样的人是蒙福的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 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读 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时候 让我们跌破眼镜 为什么 我们常常讲说 枪杆出政权 所以谁凶悍 谁就战道 可是耶稣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立得地土 所以不是你凶悍 你凶悍最后都没有 但是你温柔 其实是温柔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心灵痛苦 谦卑的人有福了 那这个我们很理解 我们中国人很会讲谦卑 但是那个谦卑是 灵理贫穷 觉得我灵理贫穷 我一无所有的人 我们就会得到神 给我们赏资的宝主 耶稣讲说这些东西 常常跟我们常态想的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听了以后 相信耶稣的话 而愿意归服他的 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 那么前面讲完以后 十三节一转过来 耶稣就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然后盐要发挥作用 光要发挥作用 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归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神 你们 我们蒙福的人 就得到这个责任 有一个宣教学者 叫贾里容 Herbert Kane 他在一本书 宣教学概论 这个印尼的黄彼得穆斯 替他翻译 这个早年我读的时候 觉得很佩服 很感动 但是有一张 他强调传统的宣教式的重要 我们也都想着 因为真正宣教的人不多 愿意献身 愿意到第一线 在里受尽辛苦的 做宣教师 实在是很宝贵 因为他们的牺牲 我们今天蒙恩了 所以他们是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我们就被他 劫出许多的子弟来 我们感谢这些宣教师 所以他就强调 传统的宣教师的重要 我们今天绝对尊重 强调传统宣教师的重要 你们中间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宣教师 吴金丽牧师 吴牧师是谁 请起立好吗 你们都认得他 我不要让他不好意思 起来了 他曾经在中国 在民工当中 他曾经在越南 然后不久 他要到土耳其 是不是 我很佩服 不用了 真是你丈夫 她有这种魄力 愿意去 感谢传统的宣教师 非常需要 很多的地方 如果没有传统宣教师 没有福音会到 但是 我要强调一样的事情 如果只靠传统的宣教师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全世界信主人 越来越少 你说传统宣教师 怎么会越来越少 因为只有他们在宣教 信主人会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 全世界人口现在有多少 72亿 七十几亿 甚至越来越增加 对不对 七十几亿 请问七十几亿人 是怎么生出来的 七十几亿怎么生出来的 每个正常健全的家庭 都有生育的能力 只是到这个时代里面 有一个反常的趋势 昨天黄姊妹 在讲到德国的时候 这个穆斯林的生育率是8.3 这个欧洲人的生育率是0.几 那怪不得欧洲过不久 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 因为单单生孩子就够了 你就赶不过他 全世界七十几亿的人 是怎么生出来的 每一家都在生 你知道人跟蜜蜂 跟蚂蚁有很大的不同 蜜蜂有所谓的母王蜂 那个身材是比其他的蜜蜂更大 其他的蜜蜂有工蜂有兵蜂 工作或者打仗 但是母王蜂呢 专门负责生小蜜蜂 那个叫做国母 我们在各国有国父 有没有国母 没有国母 当然有了 国父的太太叫国母了 但是我们 中国十几亿的人口 是不是有几个特别会生的 专门生 然后我们大大在那里帮忙养 没有了 你们都在生的 你们都有责任 你们都有贡献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到全世界的人口 被福音所传遍 就需要基督徒 每一个有繁殖能力的 都能够被争 这就是最大的力量 我前两天有提过了 当我开始做了奉献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数学的一个理论 这个普通 我们都从理想状况想起 所以理想状况 如果有一个基督徒 一年带出一个跟他一样的热心传福音 招救别人的基督徒 第一年是他一个人 第二年几个人呢 两个人 他很成功带出来 那么理想状况 第三年 这两个人都能够各带一个人 剩下几个人 第三年四个人 第四年八个人 第五年十六个人 第六年三十二个人 六年才三十二个人 你都急了 你不要急了 三十三年以后 全世界有四十二亿九千六百多万人 这是2等N减1次方 当N等于1的时候 1减1是0次方 2的0次方就是1 当N等于2的时候 2的1次方就是2 当2的32次方 33减1 32次方的时候 你去乘 有一次我在台湾 台南成功大学 跟一个学生在里面讲 那时候我们是用计算纸 还不是用电脑 computer 我们还是用sliding rule 那个学生 我用计算纸 我说你用计算纸 我用292乘2 你来算算看 当然是没有错 四十二亿九千六百多万 不得了 可见我们都没有在做工 那当然我们都没有在理想状态里面 可是这次显出来 单靠少数的专家 是不够的 必须基督徒全民都参与属灵的生产 不只是生产 而且培育 带出有繁殖能力的下一代 那有一本书 是上一个世纪 八零年代得奖的书 叫做中信把它翻译出来 百来十五本小册子 后来合定成一本厚厚的一本 叫做宣教披荆斩棘史 如果我们教会关心宣教的 可能有些同工都已经读过好几次了 如果你不熟悉 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经典之作 很值得去了解 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教会 如果我们西元计算 过去调整的话 就是主后三十三年 耶稣死复活 五旬节圣灵浇灌 彼得带着众使徒宣讲福音 三千人受洗 耶路撒冷教会建立来开始 主后三十三年 耶路撒冷教会建立 不到三百年 西元三百一十三年 君士坦丁大帝 接受基督教宣布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不到三百年 把一个敌对的 迫害基督教的异教世界 扭转过来 那本书说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初代的教会 有人信主受感动 他们就起来到各地去传福音 所以以福手述第四章说 神赐给教会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这个传福音 就是巡回不道者 Itinerary evangelist 到各地去传福音的人 所以在约翰书记里面 才讲到要接待 但是也不要随便接待 不要接待到假先知 所以需要有接待 所以表示初代教会 有不少人受感动 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 这些人得到神的恩赐 神的重用 但是圣经讲到 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你不能说 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所以我不要传 因为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然后我们会发现 经验上显明 恩赐是操练出来的 你有心要做 你就慢慢得着 然后你就磨练出来 包括勇气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脸皮很薄 你要操练 操练到后来 就脸皮厚一点 就比较不怕 就不以福音为止 这都是要操练 这也是一种恩赐 所以他说第一个 就是有巡回不道者 第二个 初代教会 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从他们的文章 从他们的论述里面 来为信仰做讲解 做辩护 所谓护教学者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胜 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那个回答个人 就是为信仰来做辩护 初代有一些教父 他们所写的东西就影响 所以我们到今天 我们仍然相信也觉得 基督徒文字媒体的工作 就是这一类的作用 影响人的心 改变人的态度 成为预备他成为豪土 所以护教学者 那第三种人呢 就是训道者 教会历史一句名言 训道者的血 就是教会的种子 有故事这样讲 初代的教会 基督徒为信仰 被逼迫 如果他否认这个信仰 就放他 如果他坚持这个信仰 就被杀死 有基督徒在训道的时候 那个罗马执行死刑的罗马兵兵 看见基督徒的见证 受感动 那个基督徒死了 那罗马兵兵就把棒子接下来 所以初代的教会 是建立在训道者的血上面 今天我们也发现 普遍全世界的教会 有这样子的现象 我们从中国大陆的教会 也可以看见 一点这方面的端倪 早年 我们看到 小敏姐妹所写的诗歌 中国早晨五点钟 我现在不晓得到中国大陆 教会去 还有没有早晨五点钟 但是我晓得 生活越富裕 越方便 大家越懒散 越没有那个属于的警醒 韩国的教会很有名 就是他们的通宵祷告 他们的早上祷告 我在70年代的时候 常去韩国的教会 我们参加有一个进行会 在鲁鱼岛旁边 有几千人 他们早上的祷告会 一千多人 那个牧师很惭愧说 我们祷告会人很少 我心里想你人很少 一千多人 那我们都是没人 那都是神人祝福 但是所知道的就是 随着环境顺利了 随着富裕了 我们人属灵上就松懈了 这是我们人的软弱 但是我也不要求主 让我们特别去找 自逃苦吃 跑逼迫的环境 但是如果有逼迫领导 这是神给我们的honor 我不会去自逃苦吃 但是当神许可我 带着我来面对困难的时候 这是我活出见证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为主活 为主死 只是一件事情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第三个 第四 初代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关怀的教会 一个就是 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 一开头 他们就过一种生活 这个生活我们不太好讲的 就是共产生活 他们繁物公用 我们在教会里面并没有鼓吹这个事情 中国大陆在40年代末期 在山东就有山东的这个家庭教会 他们就有这种繁物公用的生活 但是中共掌权以后 是基督教最后被摧毁的一个运动 山东 这个耶稣家庭 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求 不鼓吹 我们讲到要爱 要把自己有的分给人 但是没有鼓吹共产生活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我们人性里面能够做 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 圣经讲到初代教会 繁物公用 是一个榜样 不是一个规定 所以在历史性的记载里面有 在教义性的教导里面 就没有要求 如果繁物公用是教会生活的必要 那么保罗书信 彼得书信 约翰书信 雅各书信 都要强调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 我们说好嘎嘎 还好 不然就完蛋 但是那是自愿的 初代的教会 他们的爱心关怀 不只是关心到教会内的人 他们也关心到教会四周弱势的群体 所以有一个罗马皇帝叫朱利安 他说我们政府不如这些教会 他们做的彻底 我们也发现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有这个趋势 如果一个国家重新建立 他有一个民主的政权 然后政府注意到民间的福利 常常很多教会在做的慈善 教育的事情 政府就会拿去做 我们中华民国也是这样子 后来很多的这些教会做的 就变成政府在做的 政府做的很有效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后来发现 政府来做的 还不如教会做的更好 更认真更彻底 因为政府做的是一个公家的要求 教会做的是出自爱自发的 才能够深刻做到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教会的关怀 顾及四周的人 这是教会的见证 那么第五 就是多数的基督徒 都是基督的见证人 那这是很重要的 多数的基督徒 都是基督的见证人 这是宣教披荆斩棘史 这本书上所写的 所以耶稣说 谁要宣教 各位弟兄姊妹 谁要宣教 我们 我们有责任 我们怎么样宣教 我们要宣教 是靠着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实质 而不是我们表演 装成一个什么样子 Rick Warren 华里克 也在我们这附近 对不对 我刚才走错路 我看到还有一条路叫 Sandle Fan 我想说 我是往那边去的 华里克很有影响 感谢主神用它 我有机会曾经替它翻译过 他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 当然是用英文讲 他说我们人是human being 我们是human being 不是human doing 我们人做人 因为我是人 有的时候我骂人家说 你真不像人 坦白的说 你骂人家不像人的时候 你已经肯定他是人 只是他没有像人做 你如果真的骂一个人的话 你可以说 你真像人 懂吗 当你讲说你真像人的时候 你一说你根本不是人 所以不要这样子 你还是很不像人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七岁到台湾 随着我母亲 离开厦门的最后一条船 整个千金一法 到了台湾 我住在台北 中山北路 第一段 一个原来的这个 旧的日本人的宿舍 我的叔叔 是公务员 接收 我们就分住 他的一个小地方 我在古浪雨 一个小小的地方 那个小小的地方 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全岛 都是台阶 现在都瀑布了 听说现在古浪雨 有三辆汽车 一辆是消防车 一辆是警车 一辆是救护车 其他的是高浦车 充电 所以再有钱的人 也都要步行 我从古浪雨 小地方到台北 哇中山北路一看 一段二段三段四段 走到最后绕过桥 过了基隆河 就到了士林 那里有一个丘陵 叫做圆山 那个时候圆山有一个动物园 我们最喜欢过年过节到动物园 不只是去看动物 去给动物看 因为你知道 现在的动物园比较有意思 是我们人关在笼子里面 他在外面自拥 那以前是他关在笼子里面 以意代劳 我们每个人轮流 换不同人去给他看 所以那个动物园在那里 蛮逍遥的 我们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看 这个过节的时候 猴子才在表演 猴子自欺三 那个小猴子给他穿上人的衣服 然后跳上桌子 因为他还没有进化到可以吃中餐 所以他用手就在里面抓西餐吃 猴子吃西餐 那么吃完以后 一跳下来 衣服一脱 还是猴子一只 猴子吃西餐 他会装成人的样子 但是他不是人 人才会做人 人要应该做人 所以宣教是什么 宣教是靠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 而不是靠我们的装作 我们要努力的做 但是我们的做要基于我们的实质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宣教 都要宣教 因为从我生命的本质里面见证主 不只是我到别的地方能说能长 而是我在日常生活的地方 我就让主管理 那其实这也表明 宣教的起点是哪里 宣教的起点是我的家里 我们都晓得 我们对谁最凶 对谁最不礼貌 自己家里的人 为什么 我们对外面的人 陌生人 客客气气 装的 你回到家里 你说我好累 装了一天 我不能够把我真面目表面出来吗 真面目表现在出来 就发脾气了 就在那里使性子 所以我们家里的人最不容易信 但是如果你得到传染病 谁最容易传染 你家里会传染 所以为什么信耶稣还不如传染病厉害 2003年那个时候 有那个什么 SARS 从外面回到本地的人 我们有一个同工 他在车房住了一个礼拜 他的女儿跟儿子说 爸爸你怎么不进来 他为了保护他们要隔离 这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有人信主了半天 家里人还无动于衷呢 而且有免疫性 求主持人 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改变起 我们要学习 不只是要学习说 要学习做 我们要学习生命被主改变 降伏在主里面 生命被主改变 慢慢的被主改变 每天的被主改变 个性改变 我自己 七十几岁了 还觉得我的个性有很多缺点 需要主的怜悯 虽然大概不容易改到哪里去了 但是活着一天 求主怜悯 我愿意靠主来胜过一天 我想我太太可以做见证 因为她认识我 跟我结婚十四几年 她看到我能够样子就知道 最近我在服侍她的时候 每一次 因为我太太生意很不好 所以我现在学习 我人生服侍的另外一个阶段 不是在台上讲 我在台上讲 现在很少 所以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我在家里面 要三餐预备给我太太吃 我预备的东西 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变化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还是给她老公一吃 我给她的时候 她会谢谢 就是那么一句话 谢谢我就很窝心 这个再怎么样都值得了 然后就想 我怎么变东西 来让她吃得快乐 吃得健康 吃得高兴一点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她高兴一点 我就觉得很值得 这是上帝给我的人生 不同的阶段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我们要为主工作 但是要从心里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 不是给人做 所以不在乎你外表 而是在乎你的动机 向神做 为主而做 然后你就可以接触感染 然后去哪里做 是世上 所以我们进入世人当中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 尤其是老基督徒 老基督徒久了以后 我们多半都是基督徒 我们需要突破我们的这个圈子 我们能够建立跟非基督徒的关系 我们的邻居 敦亲牧民 这都是我们华人非常需要突破的 那这方面 我想我不容易再多讲什么 但是我讲一件事情 耶稣说我们世上的言 有一个英国的灵修作家 Ostor Chamber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结成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他有一个短文是圣诞节时候写的 他说耶稣讲我们是世上的言 但是我们不喜欢做言 我们喜欢做糖 very sweet 神爱你 我就跟他讲了好话 我们喜欢讲好话 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 但是我们要懂得 所以到了第四点 成为盐和光 盐和光有一个特点 没有声音 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盐 至少两个作用 调味 防腐 以前没有什么冷藏的设备到冬天 用盐来腌 腌肉或者等等 这个我们从小长大 我们都知道会防腐 有盐的地方 就防止罪恶的泛滥跟恶化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子 而且我昨天也讲到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 合法的犯罪 因为犯罪的事情现在都合法化 合法的犯罪 我们基督徒要有勇气 犯法而不犯罪 因为法律可能说你不可以 但是我做的 那个不是犯罪 我们要有这个勇气 这个很难分 所以我们要成为盐 遏止世作的犯罪 有道德勇气起来 让世作改变 那么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调和 哥罗西斯第四章说 我们盐与调和 要和谐 好像用盐调和一样 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到 你们彼此之间要和睦 好像有盐一样 所以盐是让人调和 有盐就有味道 有基督徒 不要像有人觉得 有基督徒就很扫兴 不会的 有基督徒就很有温暖 很有爱 很有喜乐 让基督徒成为众人当中的一个美味 我们是眼 我们是光 除了我刚才讲到反光 无爱 如果你没有反光 你也没有羡慕 重要的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他是真光 对不对 道成的肉 他就是那个光 他在哪里 就有光 光是显明 所以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 我们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 我们觉得很安静 但是光 那时候 我们就晓得 他的肮脏 不错 我们就愿意离开 很多的时候 人信主 不是因为听而已 而是已叫出来的 不是不适合 只怕货比货 他跟你一比 他就发现他少了什么 然后就看见他缺少什么 跟你一比 他就显出他的光景 没关系 就等一下再说 等一下再讲 不要管 所以光是显明 让他的处境显明 然后光是照亮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是指出前面的道路 在黑暗的地方 看面有光 我就晓得我的方向 他就晓得他要到哪里去 得到救本 我们要成为那个光 指引人到正确的路上去 求主帮助 五件事情 宣教的结果 归我们要给神 请注意 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所以我要再加强一项事情 基督徒不靠行为得救 但是得救以后 要有行为的见证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九节 我们很熟 你们得救是本活而也因作 这不是出于自己还是神所制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但是以夫所说二章十节才能忘掉 我们原始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 我们基督徒不标榜行善 但是基督徒要有好行为 让人归荣耀给神 如果我们跟他比起来差不多 比他还差 他说如果上天他是众人 那我宁可下地狱 那就这样 所以我们应当有好行为 不是标榜自己 而是神改变我们 有爱 有仁慈 有怜悯 有同情 有福祉 跟人不是冷漠的 跟人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开始 纪念我们家里 我们四周需要蒙恩的人 常常为他们祷告 以前我们说这个叫属灵认领 现在我们说我们没有资格认领 但是我们于长期尾身关怀 从这里面长期尾身关怀 跟他们建立关系 找出他们的需要 尽我所能的帮助他们 这是起步 然后在神安排的里面参与教会 宣教的训练跟宣教的行动 对不起我可能讲太久了 现在十一点半 正好要看 我们做一个打扮 然后主要是先交给宣教师 谢谢主使用你的教会 你的弟兄姊妹同工 关心主与国度的事情 愿意领受并且建议教会 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 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求你赦免你的仆人的亏欠 但是你亲自用你的话 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就是世上的言和光 我们无论有声无声 我们都要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使生命的影响力 来见证来荣耀你 奉耶稣的名气就祷告 阿们